第七百九十集 朝鲜令昌黎人孙勇率势众抵抗后赵军 豪强王清等人密谋应从后赵 被孙勇拘捕斩首 同谋的几百人惊慌恐惧向孙勇请罪 孙勇都不予追究 和他们一块防守欲敌 月朗太守居鹏 因境内市民大多背叛投降 选择同乡勇士两百多人 共同回返几城 初九后赵军禁逼几城 前燕王慕容打算离城逃亡 军中将领慕于根劝谏说 现在正当敌强我弱 大王一抬脚 那么赵军的气势便养成了 如果让赵人拥有并安定的国民 兵强梁足 就无法再与之抗衡了 我心中认为 赵人正希望大王这么做呢 为何要中他们的计呢 如今只要牢牢守住坚固的城堡 气势便可增强百倍 纵使赵军猛烈进攻 也还足以支持 在观察形势的变化 伺机出击求取第一 如果事情难以成功 也还可以逃走 为何要望风而逃 自己亲手造就 必定亡国的局势呢 听了他的话 慕容这才终止逃亡的计划 但是他的脸上显露出了 犹豫和恐惧的神色来 玄徒太守河坚人刘沛说 现在强扣在外 人心恐惧难安 事情的安危 都细于您一人之身 大王在此时无可推诿 应当自我勉励 以此来鼓励将士 不应当显示出 怯懦的神色来 现在事情已经很危急了 我请求出击敌军 即使不能大胜 也足以安定人心呢 于是带领几百名 不怕死的骑兵 出城冲击后赵军 所向披靡 各有斩获 然后返回 前燕军的士气因此大大提升 慕容向封义 询问对策 封义回答说 石虎的凶残暴虐 早已过头 人神共愤 灾祸和败亡的降临 指日可待 现在倾国前来 但进攻和防守的情势 并不一样 攻难守意 敌军的兵马虽强 但并不能成为祸患 他们再次滞留多日后 自然就会产生矛盾和隔阂 我们只需坚守等待而已 慕容的心中 这才安定下来 有人劝说慕容投降 慕容说 孤正要夺取天下呢 说什么投降啊 后赵军从四面而来 如同蚂蚁一样 密集地攀登城墙 沐鱼根等人 昼夜立战十几天 后赵军不能取胜 十三日 后赵军退却 慕容派儿子慕容克 率领两千骑兵追袭 后赵军大败 被斩首了三万多的手机 后赵各路军队都弃甲溃逃 只有尤其将军石敏率领的一支军队 没有遭到床上 石敏的父亲名詹 是内皇人 本来姓冉 当年后赵国主石雷 攻破陈武 掳获石敏 令石虎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受养 石敏 骁勇善战 阻止多谋 石虎宠爱他 如同对待自己的孙子们一样 石虎回到叶 任命刘群为中书令 卢臣为中书侍郎 蒲虎因公败寿使持杰 都督六仪诸军士官军大将军 封为西平郡公 石敏对石虎说 蒲虎雄武俊脉 得到将士的拼死效力 儿子们又都有非凡的才能 而且拥有强兵五万人 吞住在都城进处 应当秘密地除掉他们 以此来安定国家 石虎说 我正已让他们父子 攻取东吴和巴蜀呢 为何要杀死他们呀 给他的待遇更加的优厚了 前燕王慕容分别派军 征讨各个背叛的城镇 都获得了胜利 把疆域拓展至樊城 崔涛长坝 逃奔叶 丰仇宋恍游红 逃奔高沟梨 慕容奖赏居棚 沐鱼根等人 对背叛者则以法治罪 诛灭了许多人 由于公曹刘翔 从中为他们申辩请求 很多人这才得以保全性命 后照进宫几城的时候 前燕国又司马李鸿的兄弟李璞认为 进宫几城这件事情 是一定会失败的 劝李鸿出逃避祸 李鸿说 天道幽明遥远 人事难以预知 况且身负委派的责任 不要轻举妄动 自找悔恨 但李璞却坚持请求 不肯罢休 李鸿说 你认为自己的看法正确和精明 就应当自己去做 我蒙受慕容式的大恩 按道义无从取舍 应当在这里以死效忠 便与李璞撒泪绝别 李璞随即投降后照 随从后照军队难归 后死于丧乱之中 从内之后 李鸿忠诚笃信的品格 著名于世 后照王石虎派杜辽将军曹福 带领青州的侍众 束手海岛 运送古物三百万壶 供给食用 又用三百艘船 运送三十万壶古物到高沟里 让典农中郎将王典 率领一万多个部众 在海滨啃荒屯田 又下令让青州建造一千艘战船 做好充分的准备 来进攻前沿国 后照太子石宣 率领步骑兵两万人 攻击朔方的先卑部 胡魔头 打败了他 斩首四万多几 冀州八郡发生严重蝗灾 后照司令请求将周郡长官执罪 后照王石虎说 这是朕的朝政有过失所致的 却想归罪地方长官 这哪里是自己意识到了错误的表现呢 司令不献上正直的言论 不帮助我来纠正过失 却想随意陷害无辜这人 应当割除爵位品质 让他用庶民的身份 来执行司令的职务 石虎让香城宫石舍归 上拥宫石日归 率领侍众束手长安 二人告发振袭将军石广 私自树立恩泽 结交党羽 秘密图谋不轨 石虎把石广召回叶城 杀死了石广 十六日 东晋朝廷任命司徒王岛为太傅 都督中外驻军事 任吃剑为太尉 于亮为司空 六月任王岛为丞相 取消司徒的官职 并入丞相府 王岛性情宽容人厚 所以他委任的许多将领 如赵印贾宁等人都不怕他 他们大多不守法令 大臣们为此深感忧虑 于亮给吃剑写信说 皇上从八九岁以至长大成人 入内则有公女守护 外出则只有五官小人们侍从 想要读书 无从学习读音和词汇 想要询问 但是未曾遇见君子 秦始皇不想让百姓变聪明 想让他们一直愚昧下去 天下人尚且知道他的想法是不对的 更何况有人想让君主变得愚昧呢 君主既然正当茂盛的年华 应当把政治事务还给盛民的主上处理 王岛不恭敬地归还政权 却开始自居太师太父的尊位 豢扬许多没有才能的诗人 您和我都身负先帝托付左正的重任 这样的大奸之人不清楚 又有什么脸面到地下去见先帝呢 所以 他是想要一起发兵来废除王岛 但吃剑不同意 南蛮校尉陶称是陶侃的儿子 把余亮的谋意告知王岛 有人劝王岛秘密地加以防备 王岛说 我和余亮修妻于共 像这种庸俗的传说 不应当从智慧之人的口中传播 即使如同你所说的那样 假使余亮到这儿来 我就头戴方巾归隐还乡 又有什么可惧怕的呢 王岛又给陶称写信 信上说 余公是皇上的大舅 你应当好好地侍奉他 正习将军孙盛 悄悄地劝见余亮说 王公经常有辞觉正是 悠游于陈氏之外的愿望 怎么会干俗人所干的事情呢 这一定是坚定邪恶之徒 向离间内庭跟百官的关系 故意传的假话而已 余亮这才作罢 孙盛即孙楚的孙子 此时余亮虽然驻守于外镇 却遥遥控制朝廷大权 权势显赫又拥有强大的军队 屈炎附施的人 大多归附他的门下 对此 王岛心中愤愤不平 每当遇到西风扬起尘埃 便举起扇子遮蔽自己 缓缓地说 余亮的尘土 沾无人哪 王岛让江夏人李冲 任丞相左立 因为当时的风俗 崇尚孵华空虚 于是李冲赚注学真 他认为老子所说的 弃绝仁义 百姓反归孝敬慈爱 哪里是指崇尚仁义的道路被断绝 然后才能产生孝敬慈爱呢 大概是忧虑 那些真心崇尚仁义的人少 假借仁义谋私利的人多 因而想将责任归罪于圣人的提倡 把问题归咎以往的事情 平庸之人只看到外表的多 真正达到大道的少 追求圣人的工业越是虔诚的 离开圣人的本质也就越远 所以他做学真 用以去除一些弊端 文仲说 声明被彰显起来 那么道德就有可能被废弃 只有减损显赫的虚名 才能提高已经被废弃的道德 没有仁德无法使万物生长 没有道义无法统一廉耻观念 仁义原本就不可以丢弃 那些危害仁义的东西应该要除去 成汉国礼义的堂兄 广汉太守李乾 告发大臣秘密谋划废处旧军 更立新主的事情 秋季七月 成汉国主李寿让儿子李广和大臣们 在乾殿盟室 改任李乾为汉家太守 让李红出任荆州刺事 镇守八叔 李红即李公的儿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吴音家太守 老板手快乐 感谢观看